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今天我们要带您回顾这起 非常惊险的人质加持事件 整个过程就像是警匪电影 而事情就发生在2019年的6月 就在桃园市议会旁边的这一家中古车行 在里头传出了枪响 有两名持枪的歹徒 他们闯进了这家车行 他们一口气加持了9名的人址 跟警方展开了对峙 而当时警方部署了有上百名的警力 将这间车行团团地包围住 这两名载子 他们不但没有乖乖地述手就请 而且甚至还不断地对外开枪扫射 他们手上拿的是突击步枪 这个火力非常地强大 警方担心榴弹会伤起乌乌 所以立刻扩大了整个封锁的范围 在街边几个街口的范围内 全部进攻了人车 而至于警方则是就地找寻掩蔽物 就像是这样子都躲在柱子后面 尽管当时维安特刑队 还有刑事局的除暴特刑队 他们都已经抵达了现场 做好随时可以攻进的准备 而警政署长陈嘉欣 他也亲自到场作证指挥 但棘手的是 你不是一声令下攻进去 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在歹徒手上有9名的人职 而这两名歹徒他们的情绪 非常地不稳定 一个人想要火拼 另外一个人的首相 则是握着疑似式炸弹启动装置 他想要跟警方同归于尽 警方当然不敢贸然地强攻 还有一个重点是 在大批的警力赶到现场之前 在第一时间抵达车航的是 桃园警分局的侦察队小队长 王强生 他知道 有歹徒 夹齿了人职 而在当下 你如果没有人立刻进去 跟歹徒谈判 安抚他们的情绪 整个状况 你是难以掌控的 而王强生他也知道 既然要进去谈判 你是不能够带枪的 就这样子 我们看到 他就拎着这一件防弹背心 走进了这间车行 展开了长达 五个小时的警匪谈判 外桃园市三明路跟成功路的路口 下五点多这一天下着雨 原本庸色的路口更塞了 那是连外道路 桃园市区你要往新北 往龟山的地方 都是从那边 当初现场的话 就是在三明路重骨车行 下班时间五点多 车流量非常的大 包括议会就在旁边 那附近还有几所学校 临近的四所学校 有国小国中还有高中 马路上处处可见学生家长行人 晚间六点二十分 就在路口三角窗的中古车行里 突然传出了枪响 有ð用 音乐冻冻冻冻冻到这里 有了 吃东西没有 extinguish 発店 一开枪就回音很大 枪声会有加乘的效果 所以马上惊动到民众 电话报案又一直来了 投了起来的枪响 回蕩在鐵皮屋內外 驚擾了路過行人 沒多久 僅僅陸續馳援 這才發現 中古車行裡有兩名持槍歹徒 他們手拿步槍 不斷地對外掃射 準備了 有沒有看到 有 有 有 火攻聲 槍枝擊發時的陣陣火光 連對接的路人 都看得出目驚心 第一時間抵達的遠景 立刻拉上封鎖線 要附近的人車 別再靠近了 不然有人說要跑蠟臉 你說桃園第一次 封為了相機要讓封鎖你說 看他大用的 砰砰砰砰砰 你說 大都嚇死 對啊 一般而已 第一次真的滿神大 對啊 從中山東路那邊 就不能過來了 就封了 只出不可以進 而且他來了好幾百個 現場封鎖線持續往外擴大 因為歹徒手持的步槍 射程範圍都是白米起跳 從城坡路一路到中山東路 整個區域紅色緊張 突擊槍 它等於是步槍 長槍的 它那個有效射距 都超過一千兩百米 所以他如果真的在這個地方 他如果真的要打 是打得到的 一定打得到 我們也有要求 務必著反彈衣 把拍手的盾牌帶來 還同時也把我們拍手的長槍 每個今晚再帶兩把長槍 四百發紙帶 我們再帶反彈鎖盃 隨著天色漸漸昏暗 隔著一道封鎖線 封鎖線的氣氛越來越緊張 坐的人車都被阻撤在封鎖線外頭 原本應該喧鬧的三明路上 這一刻靜悄悄的 雨聲伴隨著警車的警示燈 在漆黑的夜裡 讓現場的氣氛更顯詭譎 封鎖線內只碰到遠景就地 找尋掩蔽物 因為他們也爬成了 帶土聚集的目標 車行裡三不五時就會傳出槍響 鎖耳欲龍的槍聲 讓躲在柱子後面的遠景 每個人都心驚膽跳 同一時間在車行正對面的公車站旁 也有手持盾牌的遠景 緊盯著車行裡 就在這個時候 正當大家的繃緊神經時 一名女子闖了進來 再看一次這個畫面 當遠景還在指引誤闖封鎖線的女子 趕快躲入公車站時 瞬間的槍聲讓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女子下意識往側邊閃躲 同一時間一旁的汽車停爆氣 也被震得嗡嗡作響 幸好女子沒有受傷 但她卻受了不小驚嚇 她已經被嚇到呆站在原地 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你走啦 你這躲開啦 你這會跑啦 小姐趕快過來啊 小姐幹什麼啦 遠景趕緊要女子離開現場 同一時間 一名穿著灰色上衣的男子 突然從車行裡跑了出來 小姐走 趕快過來 就怕男子是歹徒同伙 遠景立刻持槍警戒 要他爬下 趕快 趕快 原來回憶男子是車行員工 他冒著被歹徒開槍的危險 以及成為警方剖欠目標的風險 前驅一發之際逃了出來 員工 員工 遠景用盾牌 將車行員工護送到安全區域 但除了他之外 車行裡還有許多人被歹徒挾持了 聽到消息的家屬也紛紛趕到現場 他們心急如痕 你是在裡面做什麼 員工 他是業務賣車的 你是看到新聞很擔心 對 一定還連落不上 現在目前還連落不上 擔心家人的安危 因為誰都不曉得 車行裡的歹徒 下一秒會做出什麼事情 儘管現場下著雨 但隔著大馬路的車行正對面 仍可清楚聽見 步槍擊他的聲響 這一夜 音聲音的槍響 所有人都嚇壞了 車行裡的彈鼓上發了狂似的 不斷對外開槍 每一次的擊發都像是 在對警方示威 他是拿著步槍對外面掃射 所以他車行很多車都中彈 一台中國兵士車 從車屁股射入 結果子彈還把他前面的引擎 被打破了 就有一部車子就被打一個大洞 就是一個把血好像展現火力這樣 我們防彈等級是防守槍可以啦 但是威力比較強大步槍的話 就是有點看綠 車行外頭的支援緊密陸續抵達 但卻只能僵持在最外圍 難以靠近 儘管在第一時間 桃園分頂鎮塔小隊長王強生 就已經進到車行裡 要跟帶出談判 但王強生小隊長 才剛走進車行裡 帶圖又開槍了 好 夾持人質的現場 就在平常都來人往的桃園市的山明路上 而此時此刻在車行的外頭 看到已經拉上了三層的封鎖線 完全地進空 從現場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歹徒手上步槍的瞄準器 他們所射出來的紅色光束 就在飄著小雨的一晚當中 胡亂地瞄準 現場的氣氛顯得格外地速殺 而在警匪對峙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必須要先確認 歹徒是誰 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他們的訴求又是什麼 很快地警方就掌握到了 這兩名歹徒的身分 他們都是血陰方的成員 祖賢叫做林又汝 他有毒品強到前科 最近才剛剛假釋放出來 而另外一名歹徒 則是他的小弟 綽號光頭 他因為殺人未遂正在通緝中 而林又汝 他也是因為在半個多月前 他就帶著他的小弟光頭 跑去掃射的一家汽車旅館 所以他也成了警方通緝的對象 而事實上 專案小組追起這兩個人 已經大半個月的時間了 儘管都已經掌握到了行動 但每次行動總是晚一步 而根據收到的情資顯示 這兩個人隨身 他們都會攜帶一紙行李箱 在裡頭裝的是 各式各樣的長短槍 還有大量的子彈 他們已經放話了 一旦跟警方遭遇 他們一定會開箱 火兵到底 完間六點二十分 桃園三明路上車行 挾持案的現場 已經被拉上了 三層封鎖線層層介護 車行裡的歹徒情緒不穩 他們持有的武器火力強大 有多少槍警方不責而而知 但看看這個畫面 就夠讓人心驚了 今天我拍到了 快到 誰快要在拿槍 拿一個紅 紅色在掃耶 紅色的光點 在下著雨的夜裡更加醒目 就是歹徒步槍上頭的瞄準器 每次的移動 都讓警方繃緊了神經 因為你不知道 他下一秒會瞄準誰 因為剛好對面一個大樓 牆壁上有時候一個紅點發現 他發現他是在 用這個瞄準器在瞄 有一次我們對上的同事 剛好是在他們的正對面 當時同事也有看到 那個紅點在他們的牆那邊 瞄這樣掃 我感覺到牆就是從河邊 劃過去那種感覺 雨鵝車行正對面 就是一棟住宅大樓 裡頭也住了不少人 儘管隔著三線道的馬路 但就怕住戶好奇觀望 因為他們也在 歹徒的射程範圍內 務必要遠離窗戶 不要好奇 這樣忘了 也不要 盡量不要有燈光 或有燈光或看到人影 他無聊 搞不好真的 找到車也不一定 我們是擔心這樣子 所以 擔心無辜民眾遭受波及 受到傷害 畢竟子彈不長眼 要是傷及的無辜 恐讓事態擴大 但外層能夠進行封鎖管控 車行內又該如何讓 歹徒在不傷害人質的狀況下 器械投降呢 當時候第一時間 走進車行的小隊長王強生 就在車行內試圖安撫兩名持槍歹徒 透過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車行裡的兩名歹徒 一個人手拿步槍 一個人手拿短槍 兩個人在車行裡 情緒激動的跑來跑去 握著槍支的手 更是緊緊的扣著扳機 當時候一旁還有一名 穿著灰色衣服的男子 他就是遭到挾持的人質 面對兩名持槍歹徒的恫嚇 隔著鏡頭都可以感受得到 現場緊張的氣氛 溢出即發 因為鐵皮那種槍一打就穿了 其實有往那邊有開了一槍 事後想起來還是滿危險的 不要再開啦 我是這樣講我就不要再開了 他就開一開就緊 我們也好一點 像那個紅外線那個是 他是真的 他車上那個槍上面就有裝 正所謂知己知彼 得要知道歹徒為何而來 要的是什麼 這談判才會有得談 其實早在王強生進入車行前 警方對這兩名歹徒 早就有所掌握 這兩個人都是血陰幫分子 拿著長槍頭戴帽子的這個人 叫林又汝 三十八歲 由毒品強到前科 二零一六年才剛假釋出獄 另外一個拿著短槍不斷揮舞的 叫做光頭 二十二歲 是林又汝的小弟 他因為殺人未遂跟毒品案通氣中 這兩個人在此之前 就已經犯下了兩起槍擊案 每一個犯案現場 都被連空了數十槍 我印象中開了 十幾二十槍應該有 十幾槍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裡面包含步槍彈 手槍彈 還有閃彈 這個部分 對我們來講壓力有比較大 隨身攜帶的 武器它是一直都帶著 都不離身 那時候不離身 他就是認為說警察一定會去 封他嘛 對 他就準備要表現說他要拚 他就要拚了 他就跳起來 登機箱那個 七公斤那個 裡面都是槍 對 大概就是 行動火藥庫 是警方對於這兩個人的形容 來看看這個畫面 車行裡的黑色大桌子上 滿滿都是槍 這是火力展示 他那時候是人在我旁邊 東西拿著 另外一袋 另外都是槍 槍都擺在桌上 這些槍就是要給進來 談判的警察下馬威 但王強生知道這兩個人來車行 目的是要來索要跑路費 他們不想被抓 丁又汝他本身也是假示犯 光頭他本身就是通緝生的 尤其是他們辦了槍擊案件之後 他們也知道鬧得滿大的 一個剛假釋 一個被通緝 兩個人早就放話 不會乖乖束手就擒 當時候警方追捕他們 發現這兩個人往台中逃竄 原本已經要布現逮人時 就差一步 沒想到他們又逃回了桃園 跑進了車行 嚇出了人質 好 警方要追的這兩個歹徒 終於回到了桃園 那由於這兩個人 擁有強大的活力 而且已經在道上放話 只要碰到警察 一定是拼個你死我活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策動他們出來投案 不廢一槍一彈 卻沒有想到這兩個人 根本不甩警方 主賢林又汝 他甚至還寫了一封 三千字的遺書 意思就是他要同歸於盡了 警方擔心的是 一個人在吃了毒之後 他真的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而在這一天 專員小組收到了情質 林又汝跟光頭 他們為了籌措跑路費 他們跑到了中立的一家商行 去開槍了 原本所有人都以為 他們大概人還在中立 所以大體的警力 就立刻往中立去集結 卻沒有想到到了 傍晚五點多的時候 傳出了消息 這兩個人出現在 桃園三明路的這家中古車行 而當時正值下班時間 又下沉 所以市區裡頭 到處都在大塞車 眼看著支援的警力 卡在車陣裡頭 動彈不得 真的不能再等下去了 小隊長王強生 他就帶著這三名隊員 先往車行一探救星 沒想到 才剛剛走到的車行門口 就看到了 林又汝跟他的小弟光頭 兩個人拿著槍 在車行裡頭 晃來晃去的 更可怕的是 在他們的手上 還控制了九名的人址 晚間六點多 當時王強生跟他的同事 正在分局裡 他們接到消息 要立刻前往三明路 他帶著同隊的隊員 楊大廣 從國軍黃國城四個人 前往桃園市三明路 就在轉角的這個車行裡 他們看見了 那當然王強生小隊長 他們那一車四人 是第一個到 那他們過去沒多久 就真的有發現 兩個嫌犯在裡面 手上拿著長槍 他們是從外面看到的 王強生小隊長 帶著隊員第一時間 埋伏在車行外 不僅確認了 兩名歹徒就在車行裡 而且在援軍抵達前 他們得要密切觀察 歹徒行蹤 他有一個玻璃 窗簾沒有拉上 開始 他裡面燈光還滿亮的 所以就到那裡 我們開始這樣看 就看到了 看到跳如 拿一把 是這樣的 這樣子放的 就看到另外一個 就知道找到這個是員工啊 而從中立趕過來的朱孝全 腦海中也已經在盤算 抵達車行時的待人計畫 這壓力來自於時間 已經很近了 你如果在這時機點 你來不及調集 足夠的警力 在他上車出門到道路上 在那一刻 把他團團圍住 就在那邊處理掉的話 那你在警力不足的情況下 你讓他先走 那我們在後面跟 下一步會到哪邊 到哪一個點會停留 我們又可以聚集 警力來幫你包起來 光想到就覺得 那個再下去那個 不知道又要花費多少心力 而且變數很多 對 對警方來說 能在車行現場 順利帶回林又汝跟光頭 是最好的選擇 就是他們最接近 這兩個歹徒的一次 千萬不能打草驚蛇 因為我們不是對手 那把看到了 隔著窗戶看到了 那當時他掃射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那把槍是什麼槍 所以我們四個人 就憑我們帶著四把 守不住他 所以趕快救志員 而且你確認說他控制人 你也沒辦法跟他 有任何的一個衝突 不是說槍戰 他可以打我們不能打 有人在 趕快請求志員 王強生知道 現有的四名警力 對上火力強大的歹徒 根本就是一軟即時 確定了沒有接應車輛 王強生跟的同事 就把車子停在路旁 雙眼緊盯著車行裡 生怕有個萬一 卻沒想到這個時候 他那時候要錢的過程 也不順利 就剛好那時候講好的錢 好像也沒拿到 所以他們在裡面也有跟員工 發生一點衝突 這是一個突發的狀況 他在裡面開槍嘛 所以我們在那邊埋伏的時候 我們也下來 有下來看 就是突然間看到一個制服警察 騎摩托車來了 因為他不知道裡面的狀況 他穿個制服 就一頭就要往裡面走 只有把他喊下來了 趕下來 把他下來 就趕回來 對啊 因為我怕是 判官一進去的話 可能沒命啊 你在那個當下 沒有準備的情形之下 一個制服警察一進來 緊張嘛 一緊張 他槍子上檔的 一回頭扣 扣個兩發連發的 那個警察就沒命了 千軍依法之際 冒著被帶突發現的風險 他們喊下了制服員警 但是當他再回頭 看看車行時 曝光了 就裡面騷動啦 窗簾也都拿起來 變成我看不到裡面了 他那個連銅斧就打在看 我當時心想說完蛋了 這下可麻煩了 糟糕 歹徒有警覺了 但員兵還沒來 王翔盛一來擔心人質的安全 二來擔心要是歹徒 真的硬拼硬闖 屆時傷亡恐怕難以計數 他裡面都是進口車 上一部車幾個人壓著 我是眼巴巴看著他走 他拿著槍梁對外掃車 我只能趴下去 拿車開了跑掉了 那慘啊 一定會有路人重擔的 因為那個很多人啊 那個是交通教導 而且學校又放學 對面又是一個幼稚園 他那個是衝鋒槍啊 他是掃的啊 那時候我們萬一 如果打到一個學生 還是怎麼跟社會交代 沒辦法交代 他裡面人質 他再不小心發瘋了 開了一個 我就覺得那真的是 算是任務非常非常失敗 抓不到人無所謂 但是你連累到無辜了 所以硬著脫屁 跟他先能脫就脫吧 我的想法是 我也不想進去啊 我以後不能進去啊 你進去就慘啊 好 當時第一時間 抵達車行的王強生 他為了爭取警方部署的時間 他只能夠硬著頭皮 走到車行去了 他說他當然也知道 他不能進去 但是為了人質的安全 他真的沒有時間多想 他也沒選擇 我們來看看 這是車行內部監視器 所拍攝到的畫面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當時王強生 就這樣子手拿著防彈背心 走進來 當時走在他旁邊的 就是主賢 林又汝 注意到嗎 他的手上 他還拿著一把長槍 而坐在椅子上面 這個人就是他的小弟光頭 旁邊這個 穿著灰色上衣的這名男子 就是遭到 夾駛的車行員工 還有注意到了嗎 在這張黑色的桌子上面 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長短槍 其他人則是通通被關在 這一旁的小房間裡頭 好 王強生他走進來之後 他利用很短的時間之內 他觀察了現場之後 就是他掌握到車行裡頭的狀況 顯然 逮徒林又汝 他是完全佔了上風 但作為一個進來談判的警察 氣勢不能輸 看看王強生這個瀟灑的動作 他一把就把他手上的防彈背心 丟到了桌上 我不穿了 他拉開了椅子 一把就坐下來 他告訴林又汝 不要衝動 有話可以好好說 他卻沒有想到 林又汝他根本不甩他 他拿著長槍 直接當著王強生的面前 他開了一槍 你看到了 天花板都被他打了下來 而至於一旁這個光頭 他的情緒更激動了 他拿著槍到處的筆劃 這兩個人告訴王強生說 他們連命都可以不要了 已經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如果警方一敢攻進來 大不了大家一塊同歸於盡 你進來我放人 這樣王強生評估應該有得談 因為要確認人質的安全無語 是優先考量 於是王強生卸下了 僅用手槍跟手機 他就等拔邊跟 那我同事想說不要進去 我說我也知道不要進去 可是沒辦法 你不進去 脫不了這個時間 本來是要穿防彈衣的 他喊了一句 你那件防彈衣擋不了我這一隻 我已經穿起來了 我聽他這樣講 我把防彈衣脫了 讓你覺得說好我放心 一方沒有把衣服掀一掀 什麼都沒有 我就進去了 隨著車行監視器 可以看到王強生 一進到車行裡 身背長槍的林佑如 立刻走上前 而光頭則是拿著手槍 坐在桌子旁 一旁還有個 穿著灰色衫的男子 他就是遭到瑕疵的人質 王強生第一時間 環顧四周 他看到了黑色桌上都是槍 槍都擺在桌上 打一個散彈槍 給他大小的槍枝擺一堆 王強生強作鎮靜 他知道從這一刻開始 他的每一句話 每一個動作都很重要 東西就拿著 我就進去把他放在椅子上 就是很輕鬆的這樣跟他講 我就跟他說 人家跟你講過的事情都處理好 人家後面 到時候交保金會怎麼樣 你不要騙我 故作輕鬆 就是要讓持槍的兩個人 放下戒心 面對持槍揮舞的兩個人 王強生知道 他的氣勢不能輸 因為我乳溫的時候就 在我旁邊他這樣坐著 他一隻手放在這個 扳機這裡 我們知道說 扳機萬一緊張扣下去 衝鋒槍一開的時候 我會連發 就是說我那把是真的 我說你賣虧了 不高興 不行 砰就開了 他那個槍威力是正等的 才開槍那個鐵的那個 啪就掉下來 那天我耳朵好像 融了大概兩三天 很難過 那後來這個左耳 大概有稍微有受損 轟的一聲 青鋼架的天花板 立刻被打了下來 這一槍下馬尉 就是要警告王強生 你要是敢亂來 下一次槍口 對準的就是你了 而一旁的光頭 情緒更是激動 他手裡拿著槍 不斷回舞 一會兒衝過來 一會兒 一會兒 一會兒比我 一會兒比他自己 就是一會兒 拿著這個 這樣比腦袋 所以他自殺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這邊有手熱彈 其實他說我這是引爆器 他說等一下如果你們要攻 我就按下去 等一下大家要一起死 但當下我也沒辦法 確認是真的假的 就怕光頭手上拿的 真的是引爆器 王強生試圖不斷的安撫 同時他也得趕快觀察 畢竟只要弄清楚 這屋子裡還有多少人 這個是門 這樣進去嘛 對 直到牆 這邊是一個小房間 抽行的格局圖 每一個房間 每一個位置 都得牢記腦海中 王強生看著一旁的小房間裡 集了滿滿的人 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驚恐 有男有女 還沒辦法算幾個人 我心想說糟糕了 這一下麻煩 我以為 我以為預算說一個兩個 就一看可能不止 可能五六個有 然後他情緒又 不穩 我也看到三合一咖啡包那個 然後我認為說糟糕了 剛剛可能在這邊 他有喝了 咖啡包一喝情緒會高漲 車上擺放了咖啡包紙杯 讓王強生知道 時間拖越久 狀況越難掌握 現在當務之急得趕快 取得他們的信任 不穩定他們的情緒 講到說 我只有一組人來 你放心不是要那個 他說你就是要抓我 我說我抓你幹什麼 我說你不相信 走我們在外面看 王強生心想要進入車行前 他簽訂萬主同仁們 千萬別靠近 現在讓林又汝跟光彤去看看 真的沒有警察重兵圍捕 他們若放心 就有機會取得信任 開啟談判 當時候林又汝一手 照著王強生 一手拿著步槍 走出了車行外 卻沒想到 看到是剛好看到兩個人 真的靠近 就剛好在車子兩邊 距離很近 這樣就看得到 而且當下如果不開的話 是一定死人了 所以他才一緊張 我也緊張了 我也嚇一跳 我認為說我出去的時候 就是我的同事是在外面的 就沒有想到是這麼近 當時我也想說很慘 因為你們的預期 就是不會看到人 對 讓他看到說 我們人在外面的 讓你放心 我現在慢慢來跟妳談 這兩個是 臨時來支援的 所以他沒有聽到說 我跟結果我們那組人 交代說不要 錢不要挖過來 所以回去以後 那個充足點 一下子整個情緒高漲 他進來的時候 就把我雷進來 那我就是脖子 那我就是揮手 揮手跟他說不要 退 進來的時候很氣 我想說可能糟糕 他可能會動手 好 這下真的糟糕了 原本王強勝的計畫是 讓林又汝出來 看看外頭 真的沒有警察了 等他卸下了新房之後 再來好好談 怎麼知道才剛剛踏出去 就看到了兩個持槍的員警 躲在車子旁邊 就是這個畫面 當林又汝一看到了 有埋伏警力的時候 他立刻就這樣 勒住了王強勝的脖子 硬是把他整個人 拖回了車行裡頭 王強勝被拖進去之後 歹徒立刻 關上了燈 拉上了窗簾 同時還把小房間裡頭 所有人子 通通叫出來 他要幹嘛呢 我們透過車行的 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這些人子被要求 站在窗戶的旁邊 排成一排 算一算 總共有九個人 他們雙手舉高 就站在窗戶的旁邊 他們被當成了 林又汝的人肉盾牌 如果警方敢輕舉妄動 這些人子恐怕在第一時間 就會被打成了麻婆窩 王強勝說 當時的氣氛 真的非常緊張 一觸即發 就在這千軍一法之際 指揮官做出了 每一個錯誤的判斷 都是會鬧出人命的 王強勝小隊長進入了車行裡 要跟歹徒談判 爭取更多的時間 但原本希望用來取得信任的方法 卻出了狀況 畫面中可以看到 林又汝持槍 勒住了王強勝的脖子 把他拉回車行裡 當時王強勝一手拿著防彈衣 一手賣力揮舞 一來要同仁不要再靠近 二來他手筆這五 要示意車行裡 至少還有五個人制 我以為裡面只有五個人 對 一直在比 這樣好後退對不對 對 一直揮手就走啦 走啦 你不要靠近來 是不能開玩笑的 我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你不能喊 要用來取得信任的方法 卻反倒讓 台主的情緒更加不穩定了 他們把關在小房間裡的 所有人質都叫了出來 並且關上了凳 就勒著就進來了 進來的時候很氣 我想說可能糟糕 他可能會動手 很氣啊 你騙我啦 怎麼樣啦 說很激動啊 很激動 他只能跑來跑去這樣子 他就喊說 沒氣 等一下我們大家一起 同歸一起死 然後進來我就一起死給你看了 我就大家通通都死了 我就先把人打掉了 怎樣 反正講了很多 就開始把人叫出來 把裡面叫出來 然後就1 2 3 4 5 6 7 8 我再甩一甩 我腿都快軟了 我才算的時候不止五個 其實那時候更煩惱 因為他把叫整排的時候 我一直知道慘了 就是L型 它是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 把人 那邊還有 等於是三面站在門口 當人強 當人強的要攻堅的時候 人質第一個被打到 因為全部站出來的時候 我就等於是我清點了一下 九個 九個我再算一算 人家家我不是十個 我覺得不是說不怕 不是說我多勇敢 那個騙人家 但是我可能沒有時間去想那些 對 那個時候已經沒空了 已經沒空 只能去想說把它解決 把人質當成了人肉盾牌 只看到每一個人質 舉著雙手站在窗邊 臉上滿是驚恐 面對情緒不穩的歹徒 他們都嚇壞了 那時候已經氣起來 他就可能有那個火了 就說跟你講 你會不會怕 還不會怕 我說這個什麼我怕 他把房間一罐我什麼逃 我把它拿掉 拿掉的時候我不用穿 我說我給女孩子穿 他說好啊 好啊 那我就走過去 給那個女孩子穿 我說等一下我會叫你出去 偷偷是跟他講 等一下我會叫你出去 自己出去的時候 把方方講 跟他講裡面有很多人 當時王強生 將自己僅有的一件黃蛋衣 拿去給其中一名女人 只要他穿上 他知道這個僵局得趕快解開 他有自己的一套規劃 他要買一樣的帽T 大家全部穿起來 他躲在中間 人自在的觀念 他說要有箱形車 我說你自己看有沒有箱形車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只有問那個 我說你這邊有沒有箱形車 他說沒有 還好他講沒有啦 他突然講有 我還頭痛 我跟他講 我說你看這麼多人 是幾個人要怎麼擠車子 不可能那麼多人啊 你們兩個我一個三個夠了嘛 方頭開始 你壓我嘛這樣 你要跑比較好跑 我說現在要趕快 我先放人 我說等一下等人都到了 我說我沒辦法做決定 其實有心動啦 你叫你們那邊來準備什麼冒T 我說好 後來我想想 我沒有電話 我說我怎麼當 對林又汝來說 他來車行只是要來跑路費 沒要到錢 他也不想被抓 順利逃走是最好的選擇 他讓王強生去取回了手機 然後後面就叫著女孩子幫我拿電話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你不要再進來啦 林又汝當時也是OK的啦 但是那個女孩子就回來了 可能外面的規劃是說擔心會激起她 不高興 讓那女孩子就回來 女孩子也很配合 我說實在她比較勇敢 穿著防彈衣的女人質拿回了手機 有的手機可以對外聯繫 王強生打了通電話回到隊上 我就是像一般接電話 我就說偵察隊你好 他說我是王強生 他說我現在在三明路的車行裡 然後我跟你講 你現在準備十件冒T 一樣的冒T 這是歹徒的要求 他們要一樣的冒T 要食物 要飲料 還要一台車能給他們嗎 程谷近是當時的現場指揮官 面對歹徒提出的要求 他注意檢視 他希望準備一部車子 九人座的車子 準備押人 硬闖 要求提供實踐公司的制服 讓你沒辦法辨識 你到底是員工或者是歹徒 讓你真正要聚集的時候 有所顧忌 想過這個我們看電影的情節 之前我們看過一個 也是人之家吃的電影 應該是房子吧 我有看過這影集 他們想必也看過這影集 想說用混雜帶動 想辦法來突圍 知名引擊內容敘述 多名持槍歹徒闖入了駐壁局 挾持了數十名人質 歹徒要求人質換上 相同的紅色工作服 試圖混淆警方的視聽 難道林柔如跟光頭 打的也是相同的主意嗎 假設他找一個男員工 拿一把槍 那我們就可能誤判說 這到底是人之還是歹徒 這有可能的 他是我們穿帽梯 所有人都 大家穿一樣的帽梯 他說這樣子警察才不會 主擊手不會把他打掉 不可能讓他出去 所以一定難免會槍戰 這些我們都沒同意 但是他有一些提的 比如說希望指定律師 我們也同意 指定的友人進去 我們也同意 還有提出一些 包括水 指定品牌的冰沙 這些我們都同意 當然那時候去買這個已經關了 但是還是買到冰沙 芒果冰沙 吃飽喝足才有體力 但陳國竟知道 歹徒已經起了 要往外突擊的念頭 怎麼可能讓他們走 其實早在俠池安發生冰沙 他就已經向保一總隊刑事局 跟警政署申請支援 因為他知道 一定得要做好 復活的打算 就在俠池安發生一個小時後 維安特勤隊跟除暴特勤隊 已經抵達現場待命 並在車行對面的大樓 部署的狙擊手 以防萬一 不僅狙擊手部署好了 當時在前進指揮所的大桌上 也已經在進行攻堅行動的 兵器推演 他們就開始 在要車行的格局圖 我們進去之後 左邊有什麼 右邊有什麼 窗戶 走道 哪邊是辦公室 然後哪邊有休息的地方 所以他們一邊聽 一邊拿那個麥克筆 除了麥克筆開始畫 畫 畫 工作 工作 最後的狀況 我們都有做部署跟考慮 如果做到最後強力攻堅的時候 就怕人質也好 死亡人員也好 甚至歹徒也好 或者是民眾也好 有任何的受傷 我們就已經協調好桃園榮種種 其實在以當時那個情形來講的話 要把它隔壁是很簡單的 一旦攻堅所有人都可能身陷險境 就是下下策 對警方來說 案件能平安落幕最好 動之以情 說之以利 又之以利 就是要讓歹徒放下心防 願意放人交槍 還好嗎 有關在這說什麼嗎 於是警方找來的 林又如跟光頭的家人 還有一個他們所信任的 道上大哥 跟你 那個聶紅甫 我的光頭 但是叫你沒有來 他說好 你帶他來 叫他快點來 跟他分析嘛 你今天這樣出來 第一個人面子 第二個沒事 都沒有任何的受傷 東西交一交 他想一想 也是 對 就是說要有人進來做證代表 他可以 其實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就是要這個面子 他認為說我 已經是事情已經搞那麼大了 要有一個值得他尊重的大哥 他信任的大哥 進來把他一起這樣帶出去 我就講了第三個 這個國慶大哥出來 這個好嗎 他就 好 OK 那我心裡面就更放心了 其實當下已經差不多了 警方透過管道 終於找到了這個大哥 這個大哥也願意幫忙協調 晚間8點12分 這個郭慶大哥走進了車行 大哥進來 他進來 他看到他是 很畢恭畢敬 很尊敬他 非常科技 那個大哥一進來就說 就叫我名字說 反正你先出去 不會啦 就出去給他擊中 後面有按摩 來 沒事 晚間8點17分 人至轄持案將近兩個小時了 兩名女人只被釋放 歹徒還交出了一把槍 這個警方來說是一大激勵 畢竟警匪雙方都釋出了善意 雙方還好嗎 卻沒想到這樣所有人都以為 轄持案的僵局已經露出曙光的同時 晚間8點50分 歹徒又開槍了 怎麼又開槍了呢 而且一口氣開了十多槍 歹徒不是已經說好 他要教人要交槍了嗎 怎麼突然之間又開槍了呢 這裡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強生說 當時歹徒他已經切斷了監視器 窗簾也是拉上了 所以只能夠透過剪影 隱隱約約地看見裡頭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看到有拉扯衝突發生了 但當時王強生 他仍已經離開了車行 而他的長官 也不准他再走進去了 現在非常令人擔憂的是 在槍聲過後 裡頭到底有沒有人質受傷呢 我心想說糟糕 我心想說慘了 是不是等下移出來怎麼搞的 是不是失控了 還是怎麼樣 對 要拿槍 拿槍 拿槍 晚間九點多 瑕疵案進入第三個小時 原本以為開啟和平談判的大門 現在卻又傳出槍響 而且這一次一口氣開了十多槍 再加上歹徒切斷的監視系統 裡頭發生了什麼事情 車髮打在這裡 我真的怕了 車行的窗戶被拉上了窗簾 透過剪影看得出來 裡頭發生了爭執拉扯 當手人已經離開車行的 王強生看到了這一幕 也不禁冷漢直流 難道剛剛進去的郭慶大哥 出事了嗎 其他的人質還安全嗎 我也擔心說那個大哥 是不是去裡面 修理他還是幹嘛 還是抓起來 那一陣子密集地開了不少槍 表示他的情緒氣勢非常的大 心真的是揪了一下 而且是細胞捨得很多 因為我們沒辦法了解到底 有沒有傷到人質 人家最後了解是因為 那個林宏甫 他不知道這個大哥的身分 他慌慌以後可能講話對 就不禮貌 那你又火大了就扁他了 打了以後 就又火了 哪像是開了 發洩一下 一方面發洩一下 二方面就是 我認為他心裡面是恐慌了 因為我沒有進去 但是後面OK了 他那個大哥還蠻Hold得住的 防災音 晚間10點07分 警政署長陳嘉慶 刑事組長黃明昭 也已經抵達現場作證指揮 俠持案已經快要進入 第四個小時了 大家心裡都明白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狀況越不理 當然人質安全為第一 如果沒有辦法在疫情的時間之內 裡面來完成 他就比較傾向要強力的攻堅 利用一些他們的家人 還有他們的親屬以及律師 反化他的一些 可能會危害到人質安全的一些溫宣 幸好入內協調的郭信大哥 穩住了歹徒的情緒 從晚間10點18分起 歹徒分批釋放了所有人質 也叫出了槍枝 還好嗎 歷經了五個小時的驚魂 警方靠著成功的談判 不費一槍一彈 終於讓歹徒釋放了人質 你們這裡出來的時間 沒來那邊 但讓人納悶的是 究竟是有多大的仇恨 讓林又汝 寧可冒著再被通緝的風險 也要帶著光頭去開槍 他們是為了一個女生 應該是林又汝的 當時的女朋友 當時徐南跟這個女生 有口角的糾紛 他女朋友就是找 林又汝來幫他出氣 那在電話中 他們互相叫囂 約要談判這個情況 後來才有發生這個 槍架的狀況 照片中的女子 長相甜美 身材高挑 在八大行業上班 她亮麗的外表 讓林又汝驚為天人 她就是林又汝口中的女友 當時林又汝不忙 另外一名血陰幫分子 學姓男子 再為說三道四 還對女友出言辱罵 原本只是隔空用通訊軟體 相互叫囂 卻沒想到林又汝跟對方 早就有怨氣 再加上女友向她哭訴 這一口氣 林又汝當然吞不下去 這一天她得知的學姓男子 人就在汽車旅館裡 才會帶著小弟去開槍示威 而這為了紅銀的衝刊一怒 讓林又汝在假事出獄後 又成了警方追起的目標 感情糾紛下的一時衝動 最後演變成人質轄駛案 想必林又汝也是事料危機 好 桃園車行的轄駛案 就在進入第五個鐘頭之後 這兩名歹徒 為什麼他們終於願意氣洩投降呢 大批員警 鶴槍實彈 前往車行大門 因為狹齒人質的兩名歹徒 林又汝跟光頭 終於願意投降了 入內協調溝通的郭姓大哥 打開了車行的大門 警方立刻警戒 生怕有個突發狀況 一句可以出來了 只看到戴著帽子的林又汝 他舉著雙手走出了車行 而光頭戴著墨鏡也緊跟在後 遠景見狀立刻上前搜身 要確定他們的身上 沒有其他武器 好 這邊一把刀 這把刀 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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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帶沒有皮帶刀 怎麼可能啊 都帶槍來用皮帶刀 其實 對 你手快收一點 槍比較比好不好 金邊有槍 比他比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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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見戶 老闆見戶 你現在帶 槍比他比好不好 已經縮了 縮了 好 王強生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一再的提醒我們 千萬不要把他給英雄化 他說 他其實也是血肉之虛 他也會害怕的 當時他在車行裡頭 跟歹徒談判的時候 突然之間電話響了 誰打來的 他接到太太的電話 太太問他 要不要回家吃飯呢 王強生怎麼回答呢 在那一瞬間 他在車行裡頭 他腦海閃過的念頭是 如果歹徒真的扳擊一扣 他可能 再也沒有機會 回家吃飯了 中古車行 挾持案晚間七點多 當時候 人在車行裡的王強生 正忙著跟歹徒 進行斡旋談判 這個時候 他的電話響了 電話的那一頭 是他的太太 其實人在裡面 對 你說在忙 等 要不要回來 不是說回來吃飯 好 沒事 我等一下就回去人家 不要回家 想一想也好笑 那就趕著電話就掛了 就這樣 隔天才知道 我被罵了 就是幹嘛 沒事你衝進去幹嘛 我說沒有啦 我是亂寫的啦 我是這樣跟他人亂寫 結果我沒有衝進去 根本沒事啦 人家也不會開 而當時候 在外協助部署的朱孝全 也接到了太太的電話 明明知道自己的處境很危險 但是他們沒有時間想這麼多 只能故作鎮定 畢竟他們身上扛著的責任重大 他就看到新聞 然後他就打給我說 你在那裡喔 我說 對啊 我在外面啊 聽得出來 他的聲音是很緊張的 因為我老婆那時候 也是懷孕了 小孩差不多 再兩個多月要生 可是又怕打擾到我 所以他只是 也是提醒我說 記得要穿放單衣 注意安全 他也不敢多講 所以他之後有沒有跟你說 其實我很擔心 所以應該不用多講 是這樣的 雖然自己可能也很緊張 但是 我們這樣緊張 讓家人 讓同事看到 畢竟現場的人 在那個時候 是聽我在做事情 發生什麼事 後面有想到 就是那個長槍這樣子頂 這樣子架著的時候 那個 後面想想也好像很危險耶 萬一他不小心 不小心扣下去的話 那天就 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有這樣想啊 但是想想過了就過了 也沒什麼啊 那種工作就是這樣子嘛 對 誰都不想有危險啦 就是很順利 平安落幕就好啦 感謝您收看今天 的台灣啟示錄 我準備想 我們再會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